現在人們學風水本末倒置 我經常問的問題是 是地理主宰風水 還是鑼羹主宰風水 地理的鑾頭佔七成 鑼羹的數據只是佔三成 我們跟我們師傅學山家、鑾頭、地形農脈功夫 真是拿沙砌的農脈出來 考我們 這裡我砌了一個營出來 那你給我找一個農園在哪裡 你找一支竹籤放下去 一放到水會有桶錢的 這個就是農園 我很小時候為什麼會對風水命令有興趣呢 有點像電視橋段 我其實第一次接觸沿河風水命令 我是在一個公屋的屋邨裡面的公園 撿到一本紫微豆素的書 是和沿河術素的一個因緣在這裡開始了 當然啦 這些書其實沒有人會看 我不知為什麼拿回來 我就拿回家 吃飽飯沒東西做 去廁所大小便都拿來看看 又看得明白 看完之後就畫十二個格子 自己幫自己去批 批一批看半書 有些東西都挺準的 回去跟同學生批 批了很多同學生都準的 那麼搞笑 有個感覺就是你對那樣東西 你批得準了 你已經是有了一種自滿心 我中三都未完成 下學期我就全學走了 因為很喜歡風水命令 那時候買了一個羅庚回來去研究風水了 已經 都被媽媽罵的 真的貴的一個羅庚 你都差不多八百多塊 一隻七寸二的羅庚 都要講八百塊港幣 但是那時候家裡的負資產沒有錢 你不是以前的光景 後期都拿到我爸爸買了一隻羅庚給我 我自己拿去研究 適逢有人就有機緣來了 就說你要學正宗風水 風水發源地在江西 在禁州三寮 不如回去學吧 有個師傅願意教 原先這個師傅不會教外人的 就是傳給自己子女的 說不會教外人 現在我們破禮了 就是說破禮了 出山來教 有沒有興趣讀 有興趣拿五萬元出來上去讀 哇 五萬元 那時候很厲害 當時幸好我自己存了一些禮事錢 我都還有的 還有幾百元 因為當時我中學時期 我去幫同學們算命 都已經賺了一些外快 有錢收的 這麼搞笑 有錢收的 我也很懂做生意 有錢收的 儲了一筆錢 後期媽媽反對 你有錢那五萬元 你這樣扔下去洗 那為什麼你不在香港 乖乖地找一份工作 還要在上面住 還要在上面住 住了半年 我到第一次 去到哪裡了 我要